他想抱紧男主大主 逃过必定的死亡命运 此料男孩却一次又一次地捉弄他 故意倒掉他亲手期的茶 哎呀不小心撒了 最近手总是没力气 让他去捉他最怕的虫 你能帮我抓住吗 我想近距离观察 就连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 也被对方注意扔进了狐狗 对方眼底充满了戏血与算计 抱歉手划了 你能帮我捡回来吗 裸露瞬间明白了 原来对方是在变着法子上 而直到喝下恢复记忆的魔法药水后 原来他一直以为的主角 其实才是书中最大的谋 从会场出来后 裸露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挡在松口气 怎料就在这时 门口却对人打开了 来人是爱丽丝 她是裸露认识了十年的好规律 也是即将和陆丹爱德加并婚的小说女主 爱丽丝的表情十分严肃 或许你会不信 但我确实能作欲知梦 而在我的梦里 爱德加公爵是个狠独的坏人 裸露当场就猛了 陆丹不是男主吗 怎么突然变成了反派 这是一本常见的恋爱小说 陆丹和爱丽丝则分别是书中的男女主 而前世模糊的记忆和陷阻 却在提醒独播 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反派 起初她还在怀疑 这种倒霉事情怎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从见到陆丹 见到爱丽丝的那一刻 她就彻底傻眼了 自己果然重生到了疏辱 她清楚地记得爱丽丝的身世 也记得自己是如何被嘎掉了 所以她当即决定 要为了保全自己而接近陆丹 在看到陆丹身旁空无一人时 陆丹就知道机会了 只要趁着陆丹孤单难过时接近她 说不定会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 只是还没客套两句 对方就问她身上是否携带魔法道具 黑色的头发浅紫色的同仁 陆丹希望自己在宴会结束之后 得来全部废工 陆丹想也没想到同仁 但仅是过了三个月 她就彻底后悔 明明上一秒还很正常 陆丹下一秒却突然没有了力气 刚沁好的茶水伞了一滴 稀嫩的脸上更是血满的味道 就连她都一眼看出来 对方绝对是故意 不仅如此 陆丹还以身体不好为借口 让几岁的小女孩搬起蹲的书 抓会吃人的虫 而她那时并不值 陆丹其实是在变着法子让她回 直到几个月后 直到陆丹生日的那一天 陆丹精心挑选了一份礼物 和那对浅紫色的同仁相近 散发着淡淡紫漆的袖口 相信这一定很适合你 男孩脸上面无表情 嘴里却说着好开心 陆丹期待着对方接下来的反应 不料再下一年 那份特殊的礼物就这样被丢了 躲入傻眼了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而男孩却不改往常的恶劣嘴脸 抱歉 手划了 你能帮我捡回来吗 因为是先天性的黑魔法师 所以她随时随地都能知道别人的想法 无论是心声还是情绪 所有的一切她都能听到本来知道 但偏偏女孩是特殊的 明明没使用任何魔法道具 可她竟然连对方的情绪都只能靠在 独特的玩具出现了 让恶劣的她起了关系 读不了她的心 那就用黑魔法让她喜欢上自己 但女孩害羞脸红的样子 她想魔法应该是生效 可在几个月后 她却发现自己动真 为什么要叫我巴洛斯 我们都这么熟了 直接叫我名字不行 对方连鼓鼓的样子像极了一只松鼠 而陆丹不自觉显露出来的开心 还被对方发现 你刚才是笑了对吧 她嘴上虽然说着没有 但心里却开心极了 可下一秒她就意识到 巴洛斯根本就不是喜欢自己 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黑魔 下周 不 以后都别来了 朵露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为什么 我们不是朋友吗 因为下周是我生日 你知道的吗 因为私生子的身子 所以大家都很讨厌我 她以为这样朵露就能听懂自从 离自己远一点 可在生日当天 女孩不走 还特地带来了生日理 陆丹不知道自己是痛苦还是开心 她有像都对别人的情绪了如指尘 如今却搞不懂自己的心情 但她清楚一点 自己讨厌前子嗣 所以她现在应该是在生气 她扔掉了那颗前子嗣的袖口 哎呀手滑了 你能帮我捡回来吗 打击那么大 黑魔法应该会失效 朵露的表情果然很惊敌 但她没想到的是 女孩竟然一头塞进湖 波光灵灵的湖面上一股气泡了 陆丹傻眼 她开始往湖边撞去 红发身影却从水下看出头了 朵露浑身都湿透了 却不忘把捡回来的袖扣给她 陆丹怕要吓上 当她傻愣愣要接过礼物的时候 朵露的表情却突然变了 她紧紧抓住那枚浅紫色的袖扣 又在下一秒再次扔进了湖 道歉了 我也爽滑 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陆丹心中洁 虽然一直在刁难对面 但她却希望黑魔法永远有一个事情 这一切都不要消失 而在堵路走 陆丹就时常来到这片湖面 即便这样会让她心烦意乱 可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看着这片湖面 想起躲入手滑的样子 她竟也不自觉一块碰 确定位置的一瞬间 陆丹抓住了那枚闪闪发光的袖口 可捡回来之后 她却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敌人 她难过极了 以后应该再也见不到巴勒斯了 可在几天后的宴会上 她却还是一眼在人群中发现 她只是想活命 却一直被人当猴鼠 所以在最后一刻 她终于爆发 把捡回来的袖扣重新扔掉 抱歉了 我也手滑 可在一夜之后 她却又开始焦虑了 虽然不想再去攻绝所 但理智却告诉她 还是要和陆丹打好关系 不然以她的性格 她说不定还是会难逃一死 在被母亲拉去的宴会上 她再一次见到她 但陆丹身边不再是空无一人 乌黑的金发眼熟的脸 朵露曾听到她在背后说陆丹坏话 什么只要对她好一点 她就会对我摆一摆顺度 朵露当时差点气不过冲了上去 现在她还在耍他呢 没等他想清楚 陆丹就顺着目光看了过来 朵露的心脏骤停了 陆丹现在在想什么呢 她心里有了另外一个猜想 也许陆丹本性并不坏 也许是因为被察觉到目的不处 所以她才突然转变了态度 所以最后的最后 朵露还是决定去找她 但毕竟前几天才找过家 现在真的好肯定 打了生招 对方果然无事了 但毕竟是她有错在先 最终鼓起勇气问陆丹在看什么书 看起来还挺贵的 陆丹刚递给她 就有东西掉了下来 朵露定静一看是毛毛虫 瞬间把书扔了出去 怎料古书却向湖水飞去 而她也崴脚掉进了湖里 湖水咕噜噜灌进她的嘴里 眼看就快要憋不住气 然而就在这时 陆丹竟然从天而降至她面前 在她震惊的目光中 陆丹牵着她的手 把她从水里拉了出去 陆丹深吸一口气 你就这么喜欢往别人家府里跳吗 躲路向她道谢 心情也一下子好冷 望向一只大笑的女孩 陆丹一时竟羞红了 惠疚感和不自在瞬间消失了 可在那之后 陆丹却依旧不断考验她的内心 用高级茶叶泡的茶 她看也不看就拿给了下人 在舞会上 还是找耍了她的雪莉当舞伴 明明认识了那么久 却还是不肯叫自己的名字 她曾经以为自己是最了解她的 结果这一切都只是她的错觉 她从未真正了解过陆丹 她对她逐渐失去了信任 也开始打算疏远她 而在大家看来 躲路却成了丹链的那一套 社交会上没人跳舞 更没有人愿意搭理她 直到有一天 小说里的男儿竟然找上她 因为是个不错的人选 又经过了一番考 躲路决定了要接受她 然而在不久之后 外面传出了陆丹和爱丽丝订婚的消息 在她以为这一切都完美的时候 爱丽丝却说陆丹其实是个反派 并且还是在预知梦里看的 可她怎么不记得女主有这个名字 爱丽丝告诉她 丹会爱德加阁下会来找你 情绪还有一点激动 但躲路却很十分清楚 陆丹从不在外人面前失态 而且她应该是来找你的吧 毕竟你们都订婚了 爱丽丝还想解释这种 陆丹却突然来了 被戏耍多年后 炮灰终于放弃了攻略男主的想法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却发现男主的战友 于超乎她想象 爱丽丝还没来得及解释清楚 陆丹就出现打断了她 她的眼睛直视着躲路 你们是在说我坏话吗 然后又把爱丽丝赶走 我要单独和巴洛斯说几句话 太不对劲 陆丹和爱丽丝不是已经坠入爱河了吗 欲知梦又是怎么一回事 可还没等她搞清楚 陆丹就主动凑了上来 真稀奇啊 你竟然在我面前想起她 朵露吓了一大跳 不小心踩到了裙脚腰摔倒 陆丹搂住她的腰 明明只是扶了一下 可朵露的心脏竟然在砰砰直跳 她推开了她 你到底想说什么话 我下个月订婚 你会来的吧 朵露打算派人送礼物过去 但人就不去了 毕竟已经被人误会 她一直担恋她 可陆丹却说自己是她最好的朋友 所以你一定要来 你有把我当过朋友吗 朵露心里气急了 本想就这样离开 可陆丹却从身后抱住她 你很在乎艾伦吗 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 难道她比我还重要吗 可艾伦会叫我躲 也许这就是朋友和未婚妻的区别吧 朵露气走后 陆丹的神情就变了 只是服了一些 朵丹就碎成了渣渣 而在另一边 在朵露心情贼差的时候 暗恋反派的雪莉竟然找了上你 哎呀你今天怎么一个人呀 公爵阁下今天不是你的舞伴吗 眼见出气包送上门 朵露可不会放过她 听说陆丹要订婚了 你一定很伤心吧 她轻口告诉我 你去她家谈亲啊 雪莉的表情就像吃了饼一样 朵露不在大里 而她的未婚夫也恰巧 俩人同框没两名 就突然冒出一个路人家 艾伦大人之前不是说不想结婚吗 朵露没给闲聊的机会 冷不丁把艾伦拉走了 马车上的气氛异常尴尬 其实之前艾伦有来找过她 还说不能和她订婚了 朵露虽然知道艾伦喜欢爱丽丝 但爱丽丝寄来的心里啥也没提到 而且她在协议订婚后发现 她才刚到家里 管家却说闺女也在这里 艾丽丝 我不是说过之后会联系你吗 可人家实在等不及了 你很在乎艾伦吗 我们认识那么久了 难道她比我还重要吗 躲露猛圈了 艾丽丝怎么会说和陆丹一样 我不是说了吗 我会做欲知梦你 而且在你走后 爱德加公爵还把蓝杆砸烂了 见躲露还是不信 她又说起了小时候的波谷 阁下把你送的袖口扔进土里 把你泡的茶送给了下人 而且你最近还打算和艾伦解除婚约吧 自从小时候见了你之后 我就开始做欲知梦了 虽然只能梦到零散的骗子 但这一切都会成真 这既不是监视也不是调查 请你相信我 好吗 她想起艾丽丝之前说陆丹是坏人 那这又是什么情况 传闻中公爵夫妇不想继续掌权 两个哥哥又去了外地 所以公爵之位才落在了陆丹身上 但实际却是他们被洗脑了 艾德加公爵府的人 全都被陆丹洗脑了 她的记忆出现了错乱 竟把偏执阴险的并交反派 认成了男主来功率 在过去的十年里 她靠近 她就后退 无论认识的时间有多长 两人总能像陌生人一样 难怪她会打翻自己7号的茶 难怪她会让自己搬沉重的书 难怪她会把自己精心准备的袖扣扔进水 原来这些都有技可学 反派想方设法让她滚 她却像个狗皮膏药一样赖着不肯走 而她自损的方法 也让反派对自己产生了偏执的想法 好在爱丽丝将这一切都告诉了她 朵露原来还不相信 毕竟在她临走之前 露台栏杆根本没有她 可直到后来母亲提起 她才相信露台的栏杆果然她 她想起了那个下雨天 想起了在露丹家的时候 那时候她的生日刚过不久 露丹当时也明明答应了回参加 可直到最后 她却说这只不过是一场萌笑 我还以为我们是朋友呢 所以呢 你想听我说什么 随着雨声越来越大 朵露也被所作的梦起起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同样都是下雨天 她竟然记起了那段糟糕的故事 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 朵露还以为来人是她的贴身侍女赛蒂 本要推开门的竟是从没主任 找过她的路 你好呀 巴洛斯 你怎么会在这里 朵露注意到了神情涣散的赛蒂 赛蒂虽然胆醒 但做事很有仁慈 不会未经允许就将外人带入她的房间 朵露又想起爱丽丝说过的 爱德加公爵斧的人都被露丹洗脑 可因多年的感情 她还是不愿意相信她是那种 你怎么在这里 听了吧 直入主题吧 你来到这里到底想干什么 舞会那天 爱丽丝小姐对你说了什么话 朵露反应过来了 露丹竟然派人跟踪她 男人没有否认的意思 从不找她的露丹 竟是因为被发现了秘密 才反常来到她的家里 在她心里自己究竟算什么 难道是一个想要救药 想不要就丢掉的玩具吗 我没必要连这些都向你汇报吧 在赛地上查的期间 朵露终于有了缓冲时间 好吧巴洛斯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既然你不想说 那我就不问了 她掏出一封邀请 我下周举办一场茶会 希望你能过来 眼见朵露又要推脱 我知道你不想被移民 所以别担心 爱丽丝和你的未婚夫都会出席 朵露摸不清露丹到底在想什么 她就已经走到了门口 这就要走了吗 露丹过来不是为了试探她吗 然而露丹竟然再次走路 不要教训你的事 我是以阿洛伊侯爵的客人名领 所以别担心也别怀疑 她又从怀里掏出并打开盒子 其实我也不喜欢巴洛斯这个称呼 也许你一辈子都不会懂 趁朵露还没回过神 她将项链带到了白皙的脖子上 巴洛斯 女女并风快乐 为了让错乱的记忆归位 朵露决定花费重金 买下恢复记忆的魔法要素 尽管她不愿意相信 但爱丽丝的预知梦 赛蒂的异常 这一切都指向路丹是个恶毒的家务 不出意外的意外 艾伦果然收到了路丹的邀请她 而爱丽丝却回到了恩哈特 爱丽丝的童年一直是个秘密 恩哈特于她而言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赛蒂拿来了披肩 这是爱丽丝临走前让人还给她的东西 当接过的一瞬间 她发现里面竟然藏着一张纸条 朵露打开一看 确认这果然是爱丽丝的自己 千万别去查会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爱丽丝早已乘坐马车远离手 虽然不想来恩哈特 但为了躲避路丹的茶话会 她首先想到的就只有这个地方 小时候被默默男爵拐来这个地方后 她就饱受这一家子的冷眼和虐待 直到有一天 她遇见了躲避 三天前的梦里告诉她只要来到这里 她就会获得想要的幸福 尤其是当梦里模糊场景变清晰的时候 女知道的场景变成现实的概率就越大 但她至今为止都搞不懂 为什么躲避当时的反应会那么弱 而在收到爱丽丝的警告后 躲避很快就找上了艾伦 本想说完情报就回家 怎料艾伦却邀请她留下来吃饭 饭桌上的气氛异常尴尬 躲避隐有种不安的感觉 躲避如果我向你求婚 你可以接受吗 躲避差点没当场吓晕 别用违心的话笑了 好吗 可艾伦竟然是认真的 她喜欢的人已经死了 她亲眼见到了她的梦 但躲避知道那或许是兰德加造的奖务 她刚想向艾伦解释 艾伦的家长却突然来了 没办法 只能下次再说了 当晚躲避回到家 管家就带回了恢复记忆的魔法钥匙 美罗利亚的线团 只要喝下它 就能找回丢失的记忆 但喝下就会立刻陷入婚名 如果记忆十分混乱 说不定一周之后才会苏醒 躲避不确定喝下后 是否能找到想要的答案 但她想确认路丹其实并不坏 一番思想斗争后 她最终还是喝下了美罗利亚的线图 躲避的意识开始变得魔朵 身体也传来了阵阵刺痛 她的记忆在倒退 和路丹相处的每一个瞬间 少年 幼年 终于 她记起了前世看过的小说 主要内容发生在艾丽丝回到手部后 每当看到路丹或艾伦 爱丽丝就会想起心上人爱你 因为欺负爱丽丝的反派 躲避爱着路丹 所以读者们都认为路丹就是爱你 知道他和爱丽丝的第五十一环 事情的真相才终于水落石出 那是路丹和躲避的最后一次对目 为了除掉妨碍她催眠皇帝的兰德家子 路丹一直在想办法让爱丽丝洗了上自己 而躲避因为长期的催眠已经失去了作物 她成为了路丹手中的一件工具 路丹最擅长的就是控制别人的感情 你愿意为了我去死吗 她终于在遗失的记忆里寻找到了真相 尽管多么不愿意相信 但记忆里那个尖酸刻薄的朋友 确实就是擅长操控别人感情的坏东西 爱丽丝从噩梦中抽离 先前的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眼前 那对发光的浅紫色铜人 那张蛊惑人心的嘴 是她至今都无法逃离的梦里 爱丽丝只能强装镇定 安慰自己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梦 她从不轻易向别人透露遇知梦的存在 直到梦到在即将举办的茶会上 哥和艾伦都会被陆丹杀死 她才冒险将此事告知躲 记得第一次见到陆丹的时候 男人就是带着木的接近她 打探躲路订婚的情报 你是事先就知道巴洛斯会订婚吗 听到是有人向躲路提亲 陆丹甚至感到了一丝惊讶 看来巴洛斯和艾伦大人不是真心相爱的 原本是看在俩人心为竹马的份上 爱丽丝才同意了这场邀约 但陆丹问的实在太多了 她感觉自己不能再待下去 怎料在找借口离开的时候 那对浅紫色的同仁竟然开始发光 我没有强迫你的意思 如果觉得为难你也可以选择不说 爱丽丝放松了警惕 她可能是多疑了 这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事 那你能告诉我 当然 躲路和陆丹公爵是朋友 爱丽丝认为自己的告诉她 躲路并不喜欢艾伦 只是艾伦的外貌声音性格之类的条件 令她满意吧 陆丹低下头沉思 是吗 我可没看出来呀 爱丽丝小姐 你和巴洛斯是从小就开始写信来往 爱丽丝回答是的 但当陆丹开始问起具体情 她却下意识产生了一丝排斥 她并不想透露在恩哈特发生的事情 可男人却并不着急 别担心 我知道你是巴洛斯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不会伤害你的 在一番说辞后 爱丽丝竟又再次放下了戒备 直到她的哥哥破门而入 她才终于回归了神 刚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爱丽丝想了半天也没理解 但在这天以后 陆丹就开始频繁出入她的梦境 那时她就开始意识到 陆丹公爵并不像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 而在现实里 在同样的场景下 原本的茶话会 却少了三位主角 最终巴洛斯还是选择了另一边 虽然读不了她的心 但陆丹却能感受到距离感 她和陆丹的距离越来越远 难道催眠魔法要失效了吗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爱丽丝 艾伦 还是她自己 但还没等她想清楚 胡从就带回了另外一个消息 原来今天不出席宴会的陆丹 竟然生病了 她戏耍了她的感情 如今又屁颠屁颠找上她 可发现她真面目的女孩 已经不再愿意搭理她 而那段温馨时光也再也回不去 当陆丹醒来的瞬间 她身上的戾气早已经被抽空 喝下美罗利亚的线团后 她昏迷了整整九天九夜 期间也正好逃过了陆丹的茶话会 怎料再被禁足的时间 从不找她的陆丹 却开始频繁出入侯爵府 虽然不想 但她却又不得不见她 因为即便被拒绝了 陆丹也能通过黑魔法 像上次一样操控她的事 一切都由不得她 推门的一瞬间 她发现会客室里的人不止一遍 还有陆丹的护卫 其实不拉慢 朵路记得小时候经常见她 而她那时的眼神 也不像现在这样那么浑浊 她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 爱德加公爵府的人 果然都被陆丹洗脑了 你怎么了 怎么突然病那么久 朵路没想到对方第一句 竟是关心自己的话 难道你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确认这个人 而事情果然没有那么简单 陆丹知道 她在收到邀请函后 就去找艾伦 你是在监视我吗 在被否定后 她又很快反应过来 没监视我 那你是在监视艾伦吗 我必要吗 可谁又知道呢 这场查会 从一开始就是陆丹的事的 她想确认 朵路待她是否还像之前那样 但爱丽丝的失踪 艾伦的拒绝出席 这一切让她印证了 朵路肯定也不会出现了 但她万万没想到 朵路竟然真的生病 还病了那么多天 朵路受不了 她现在害怕和陆丹 共处一室 但就在她下厨克令的时候 她却让布拉曼 拿来了一个小木盒 里面陈列了两瓶精装的圣水 只要喝下它 无论是什么病 都能很快好起来 但陆丹知道 朵路绝不会轻信自己 所以只好先干为敬 看到了吧 没毒 你不信的话 我可以再喝一杯 见朵路依旧不为所动 你真麻烦 要是能怪一点就好了 朵路闻眼脸色骤变 一直以来都是她围着陆丹转 就算被拒绝被伤害 她也从未真正怪罪陆丹 这些早已超出对待朋友的好 她都不知道是因为真心还是被洗脑 我从以前就开始顺着你 难道这有什么错吗 可男人却说 我亲爱的巴洛斯 你从一开始就错了呀 陆丹在临走前特意叮嘱 让爱丽丝回来吧 我从未想过要和她订婚 如果她愿意一辈子待在恩哈特也无妨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知道爱丽丝在恩哈特的只有她和赛蒂 你给赛蒂洗脑了吗 陆丹脸色愈发苍白 却还是耐心向朵露解释这不是洗脑 而是叫催眠 朵露想不明白 对方明知自己发现了她的秘密 为什么却迟迟不出手 而且还送来了这么贵重的脸 难道真的就只是出于好意吗 只有那么一次而已 就算你不相信 但我还是想告诉你 我从未监视过你 以后也绝对不会 然而就在这时 家里竟然来了另外一位客人 只因轻眉一句讨厌 男人就彻底疯了 既然她说那些人比她重名 那么她就把他们全打了 仅凭一个眼神 艾伦瞬间失去理智 先是刀了爱丽丝 又刺了自己一剑 这样你最重要的人就只剩我了 本以为逃了茶话会 就能躲过一剑 怎料茶话会 却追到了家里 真巧呀 艾伦大人不是说身体不舒服吗 俩人一张嘴就是修罗场 陆丹脸色更是黑的圣人 艾伦注意到 走上前 掀起躲路的手 手心传来的温度 让躲路感到温暖极 有人支持她 这让她很有安全感 但某个人却极度地要疯掉 陆丹 你还记得在露台上问了我什么吗 没错 艾伦在我心里就是比你重要 我要和你断绝关系 所以还是保持距离吧 陆丹对此毫不在意 是吗 你要怎么和我保持距离 她曾催眠爱丽丝 知道躲路和艾伦只是协议订婚 根本就没有任何感情记住 巴洛斯 我很好奇 你真的能和我断绝关系吗 躲路坚定极了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在你心里我其实什么也不是 虽然嘴上说是朋友 但你心里从来没这样想过 嘴上说着很特别 却总是变着法子试探我 就算我爱你 难道就应该一直在你身边被你耍 这是陆丹第一次听到躲路的心声 但他根本不是这样想 要真是这样 我们早就结束了 陆丹坚难着站起身 他从未期盼过躲路会爱你 但你说艾伦比我重要 他心里爱的却是别人 可能又怎么样 感情也分很多种 就算我真的喜欢艾伦 也只会默默付出不求回应 这一点你不是最清楚了吗 陆丹有谱说不出 但你也不敢说是为了别人才定向我 巴洛斯 我听了会心碰啊 躲路对此完全摸不着头脑 他不知道陆丹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但下一秒 陆丹竟然吐血了 十公斤的鲜血从他嘴角渗出 咳嗽声更是没停下来过 即便躲路明确说要和陆丹断绝关系 但此刻却依旧控制不住自己 不顾艾伦的阻断 他一下就冲到了竹马的面积 陆丹 你没事吧 可男人却喃喃自语着 还想放你走吗 看来现在是不行了 也是 像我这样贪心的人又怎会轻易放手呢 陆丹的同时 破碎的桌角也一并恢复如初 然而没过两秒 艾伦竟也咳了起来 躲路刚想叫医生 却注意到了桌上的精装圣水 这是陆丹送来的东西 他心里还是抱有些许怀疑 怎料艾伦却说要亲自确认 躲路拗不过指名给 可他没料到艾伦所说的方法 竟是要一口闷掉 他写问他 却一直变着法子试探他 所以就算女孩讨厌他离他而去 那也是他应有的报名 但当那一刻真的来临 他没想到自己竟会如此动心 明知自己状态毕竟 却还是要和女孩的未婚夫较紧 他的城堡里虽然住着数百年 但他却从未感到过片刻温明 那些人既不关心他也不尊重他 甚至还会在背地里偷偷嘲笑他 所以他用黑魔法把那些人变成了傻子 可为什么嘲笑他的人没了 他却感觉自己还是一直活在过去 曾经送他袖扣的女孩有了未婚夫 而他始终都是一个人 路丹岛中密密麻麻的都是一个人的名字 巴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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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路 小时候在躲路生气离开后 他偶然遇上了血泪 对方想符合他的心 那他也可以使用相同的黑魔法催眠 对方喜欢上自己 路丹以为这样自己就可以开心起来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因为那个人始终不是巴洛斯 他的身边很危险 用来练习的麻总是突然失控 屋顶的吊灯也刚好砸在他身边 因为越长大实力越强 所以两个哥哥总是嫉妒他 虽然能提前赶至从中脱身 但他们的招式却日渐独辣 所以那段时间他总是很晕的 只有家里有客人来 他们才会碍于面子不攻击他 所以每当躲路来找他 他就能获得片刻喘息时间 然而有天却出现了意外 躲路带来茶叶掐着点为他泡茶 看着对方得意洋洋的样子 路丹不自觉笑了 但当他要喝下茶的时候 却感知到了一股异样的情绪 那来自于他身边的侍从被问 恶毒母亲的心情 手中的茶具从未见过 也并非能咽读的银制茶具 还以为家里有客人就没关系 看来还是他太掉以轻心 但茶是巴洛斯为他泡的 没办法 他只能辜负这份恶 巴洛斯 不介意的话 我想把这杯茶送给你 果然 贝洛本能地开始恐惧 甚至使眼色想让躲路帮他解决 但躲路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只是认为自己又在和他爽心走 看对方开心的样子 路丹决定住他一臂之力 贝洛浑身都在抗拒 巴洛斯 你泡的茶好像不是很好喝的样子 虽然因此逃过一劫 但巴洛斯却再一次被他伤害 他应该很生气吧 他以后应该都不会再来找他了吧 可他却毫无太会 他的妈妈想害你 这种事情要叫他如何开口 而自那天以后 躲路就再也没为他泡过茶 对别人来说是救命的治愈胜水 对他而言却是剂量十公斤的致命毒药 哪怕只是喝上一口 他的身体都会虚弱无比 而路丹却猛灌了一大口 为什么 路丹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躲路想了半天还是礼不清 然而爱丽丝却一语点破了其中含义 说不定路丹是喜欢你呢 听说你生病了 所以拿来了圣水 知道你怀疑他 所以他就喝下打消你的疑虑 但躲路却依旧认为不可能 因为路丹从不叫他的名字 唯独找他的两次也是为了打探情报 还动不动就试探他 谁会对自己喜欢的人这样也 可他不知道的是 路丹不仅喜欢他 还把小时候和他勾勾手的约定寄到了现在 因为答应过不会杀生 所以哪怕只是不起眼的虫子路丹也绝不会吓死 躲路说那样太差劲了 如果这次杀了虫 下次说不定还会杀人把人处于补兴 而路丹要是真的做出那样的事情 那么躲路一辈子都会讨厌他 所以路丹遵守了和他的约定 即便哥哥们频繁对他下杀手 路丹也从未有过杀心 伤害过他的人都活得好好的 可为什么 他心爱的躲路却离他越来越远 从梦中惊醒后 周围安静地只能听到窗外的鸟 他好像睡了一整天 然而门外却突然传来动静 地院飞来差点就刺穿了他的脖梗 幸好及时用手接住了 路丹没想太多就立马追了出去 三两下就把杀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发现竟是妈妈从小派来监视他的歧视 路丹将人朝着地上猛然一摔 踉呛着稳住自己的身形 因为喝下了圣水 他的身体至今还很虚弱 路丹转身向身后走去 将事先准备好的解药 倒在被划破的手心 药水圣水对他来说都无效 只有特洛尔的血液才能治愈他的伤口 男人满脸的不干 你明明失去了意识 别那么惊讶吗 布拉曼 难道你认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吗 即便他不招供 路丹也知道整件事是他的母亲佩特指使 他可以通过别人的梦境窥探记忆 所以他从小都把布拉曼带在身边 甚至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也依旧如此 在母亲监视他的同时 路丹也在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他原以为布拉曼只是个屈炎覆视的傻 却没想到他连被催眠后的样子都装得有模有样 但臭虫就是臭虫 依旧改不了贪得无厌的本性 只一个眼神 布拉曼就再也没了还手的力气 还好那天喝下了圣水 不然现在倒下的可能就是他 布拉曼艰难地抬起头 求您放了我吧 路丹本想立刻除掉他 脑海中却又一闪而过了什么东西 以后不管是什么都不许杀了 路丹 我们说好了 路丹嘴里弥南着这份约定 他不能杀人 所以只要不杀死就行了吧 得知竹马甲并分的消息 而时的情敌竟再次找上他 上次拆穿他向路丹提亲失败的消息 躲路估计这家伙是想找查 他灵机一闪 倒不如借此机会和路丹撇亲关系 可正当要开口的时候 路丹却突然来了 男人在维护他 雪莉看起来委屈极了 希望你以后不要谈论我的事了 雪莉伯纳小姐 昵称转变的一瞬间 像是打破了什么禁止 雪莉捂着胸口 最终瘫倒在了地上 躲路记得她的身体一向很好 怎么会因路丹一声就倒在地上 抬眼的一瞬间 他发现爱丽丝竟然也盯着他 难道是路丹搞的鬼 没等他反应过来 路丹静一下来到雪莉面前 女孩艰难着抬起头 他的手就这样缓缓朝雪莉伸了过去 俩人不由为雪莉捏把 怎料再触碰到的一瞬间 雪莉的脸色竟然恢复些许 随后便不省人事昏了过去 别担心 我只是用魔法道具让他睡着了 罗吉斯少爷 既然我帮了你们 那么你们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议论我了 男人乖巧点点头 最终抱走了雪莉 躲路本想趁机开溜 不料却还是晚了一步 巴洛斯 我们可以谈谈吗 他让爱丽丝放心 随后便跟着陆丹离开了这 你到底想说什么 躲路的眼中满是警惕 陆丹沉默片刻 你应该很好奇吧 雪莉小姐为什么突然晕倒了 这又是不是和我有什么关系 但他什么也没做 只是把这一切都还原了 他之前给雪莉洗过脑 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 只不过是催眠了两三次 所以他的眼神举动没有太大便 躲路心情忐忑极了 雪莉小姐之所以会针对我 也是因为被你洗脑吗 可陆丹却否认了 他并没有让雪莉针对任何人 只是让他爱上了自己而已 躲路刚想骂他疯了 但这件事却是雪莉有错在先 陆丹小时候很孤僻 大家故意对他好欺骗他的名气 只为从中获得优越的 其中更不乏想要挖苦嘲讽他的人 所以陆丹催眠了他们 这在躲路看来或许是玩弄他人感情 但在他眼里却属于正当防卫 躲路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什么 原来陆丹一直都知道这件事 那他知道自己也是带着目的接近的 一切都太混乱了 他总觉得陆丹话里带着悲伤 可为什么到了现在才说呢 那次和你在会客室里谈过之后 我思索了很久 你说我不在意你 只是把你当玩具 可我根本没那样想过 不然呢 难道你很在乎我吗 躲路没想到陆丹竟然肯定 所以我想和你道歉 这是躲路小时候期待了无数次的 没想到竟然在这个时候听到了 也许陆丹纠结了很久才说说的 也许他现在的心情很复杂 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再也无法轻易拔手 哪怕对方道歉多诚恳 但过去那些伤疤却依然存在 躲路的情绪愈发激动 却没注意到身后摇摇欲坠的 陆丹刚想提醒他 怎料却反被躲路身上的项链攻击了 他喜欢的人害怕他 甚至为了提防他 还佩戴了对非魔法师具有攻击性的白项链 陆丹心痛极了 但只要躲路觉得安心就可以 可面对女孩的一次次逼问 怎么到底是什么关系 陆丹回答不了了 他的眼睛在闪烁 你还要我怎样 爱丽丝到底说了什么 看吧 你说害怕也不要表现出来 可我还是很怕你 比起相信陆丹 他更愿意相信艾伦爱丽丝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信任 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陆丹的真实小子 就这样吧 我们回不去了 躲路身后的栏杆彻底崩塌 危机时刻 陆丹冲了上去 明知会被攻击 但陆丹却还是紧紧将躲路抱在怀里 哪怕攻击越发强烈 他依旧没有放开自己的手 直到把躲路拉回阳台 如果三言两语就能解释 那他就不会邀请躲路来到这里 你想知道我的真心 可如果我告诉你 你说不定只会离我更远吧 他从未杀过人也不会杀人 既然你那么在乎艾伦和爱丽丝 我不动他们就是了 巴洛斯 下次见 那扇门关上不久 爱丽丝就从中冲了出来 躲路 你还好吧 没事吧 可他一点也不好 眼泪也不自觉流了响 陆丹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 他的脑中全是躲路怕他的样子 虽然被烫伤的手很痛 但终究也抵不过心中的痛苦 你就是个恶魔 哪有知道了真面目还不害怕的 放手吧 别毁了无辜的人 陆丹沉浸在伤痛中 丝毫没注意到身后站着 笑了好几声 你终于肯回头了 艾伦身上的气息 先前巴洛斯身上戴着的项链 盐盐盛气里面蕴含了巨大的力量 瞬间爆发出的神力 甚至不输于神殿里的奇珍异力 这么难求的东西 他们不是神官又是怎样拿到手 甚至每个人都配对了一遍 因为巴洛斯在意 他本不想和艾伦纠正 怎料男人却一口一个未婚妻 忘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你和他单独待在一起 我很放心 陆丹顿时怒火中烧 心里谩骂艾伦是个伪君子 心里明明有别人 却还是要和他爱的巴洛斯订婚 所以趁我还没发火 你赶紧走吧 如果我说不能 你不会动我吧 男人长了一张嘴 却像个哑巴不会说话 明明很在意 却始终不敢袒露自己的真心 直到事情的一脚被揭开 他才终于决定向陆路解释一部分原因 可惜一切都来得太迟了 朵露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怀疑 被喜欢之人警惕害怕 更是让陆丹陷入痛苦玄武 她的妈妈讨厌 这是陆丹从小就知道的事 她能清晰感知到恶毒母亲 那烦躁无语的情绪 佩特虽然厌恶自己 但也不爱她的两个胳膊 得知自己从马上摔下受了伤 竟直接亮出圣水 表面上说她的身体最重 实际却是在变着花样之梦 圣水与黑魔法事而言是毒药 陆丹碰到一下都很痛 更别提把圣水倒在受伤的脚盘上 发现她犹豫 恶毒母亲更是憋不住笑出了声 难道是黑魔法被发现了吗 陆丹虽然知道总有一天会被发现 但这个时候还不肯 毕竟她还没有那么强大 恶母亲显然不给成长的机会 她一直以来都很好奇 儿子明明没学过武术 又怎么能从她手里撑那么久 就像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可她现在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黑魔法是吧 珍贵的圣水不要前似地 撒在男孩的伤头上 陆丹越痛苦 疯女人就越是哈哈哈哈笑不停 你就是个恶魔人 陆丹小姐也中了你的黑魔法 要不是那肮脏的魔法 谁会待在这么可怕的女生边 说着说着她又提到自己的傻子 陆丹小姐漂亮家庭也不错 可我们家百德柳多般配 陆丹一瞬间失去理智 黑魔法也在暴走的边缘 看着那个恶毒的女 她第一次有了杀人的念 可陆丹的话却突然营绕在耳边 为了遵守和巴洛斯的约笔 她只能强忍着不动手 但自那天以后 疯女人就开始频繁发疯 几百万一杯的圣水 竟然每天每人桌前都有一杯 可她不知道的是 几滴圣水对陆丹根本造不出威胁 发现那么久什么事都没有 疯女人又开始着急了 圣水的量开始与日俱增 那么值钱的东西 那个女人竟然一点也不心疼 而喝下超大杯圣水以后 陆丹体内的灼烧感就愈发强烈 但她一点也不担心 她在房门上施下了催眠魔法 无论是谁只要到了门口 就会不自觉转身怎么样 可在她刚要睡着的时候 被施下魔法的房门却突然打开了 一只手轻轻按在她的额头上 陆丹下一跳反手抓住了手 怎料来人竟是她思念已久的躲路 你怎么来了 不是叫你最近别来找我吗 因为疯女人先前的话 陆丹这些天以来一直都很紧张 躲路不知是什么情况 她本来只是想还书 但听到陆丹生病了 才想着过来探望一下 小臂上的硬痕格外明显 陆丹刚想说对不起 躲路却知道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原谅你了 她推扫着陆丹躺下 生病的人要多休息 所以不能说话 刚想离开 却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门一旦被打开 先前失下的催眠魔法 也会相继失效 疯女人又来抖事情了 那是母亲眼里打不死的小强 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除不掉的女性害虫 直到遇见了躲路 她灰暗的人生终于有了光 可恶毒的母亲 却故意加大了胜水计量 小儿子也如她所愿受伤 疯女人开门的一瞬间 陆丹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 有客人在 她竟然又想搞事情 本来大门谁也打不死 可巴洛斯又是怎么躲过魔法 眼下容不得她多想 因为恶毒的母亲 就又开始发疯了 我可怜的孩子 你好一点了吧 发现陆丹好像很害怕 躲路下意识将她顾在身后 陆丹好像很难受 所以您让她好好休息吧 生病的人都比较敏党 怎料恶毒的她竟又说起 陆丹最怕发生的事情 你觉得博德刘怎么样 陆丹一下就明白了疯女人的用意 我有事情要和巴洛斯说 所以还请您离开吧 可疯女人却又拿出了圣水 还说要她喝了她才砍出去 不可以 她的身体还没好 要是喝下了圣水 黑魔法师的身份彻底暴露走了 躲路会怎么想的 知道她不想喝 恶毒的母亲静转头看向了躲路 巴洛斯小姐 可以请你帮个忙吗 怎么办 疯女人显然不会放过她 而且躲路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喂她喝吧 陆丹想抗拒 但这可犹不得 要么躲路小姐喂你 要么你自己喝 你自己选吧 没办法 她回不了头了 黑魔法的气息在疯女人周围涌动 佩特的眼神突然变得涣散 妈妈 我没什么大碍不用喝圣水 请回吧 疯女人端着圣水走了 而她也再也不能回头 如果佩特知道自己会催眠 她肯定会死 单纯的催眠维持时间有限 为了自保 她只能彻底摧毁掉她的意志 而这也违背了她和躲路的预定 愧疚感顿时涌上心头 嘴上感的躲路离开 心里却怕她这一走就再也不会回来 怎料女孩却坐了下 笑着说她不会走 陆丹 我会一直陪着你 直到你睡着为止 她别扭害羞着将头扭到一边 心脏也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躲路明明不喜欢古书 此刻却还是稳稳当当抱在怀里 她知道躲路的本意是让她不伤害别人 但她并没有杀人 所以还有遍己的余地 既然躲路赶不走 那么她也只能钻空子 她曾在病交身边待了很久 也知道大家都在背地里骂她 陆丹虽然不为所动 但她都一直很在意 一边担心她又一边害怕 害怕自己有天也变成众矢之地 可尽管如此 她还是一直陪在陆丹身边 维持着这段似有非有的关系 被问到真的把陆丹当朋友吗 她不知道 她只是害怕被说闲话 就像从前待在陆丹身边那样 所以她总是下意识保持这段假订婚的关系 直到上次艾伦提出毁婚 她都还在犹豫 可如今 艾伦竟然又反悔 说是先前见到陆丹 为了得出某些结论 她甚至还冒险去试探对方 虽然目前没有什么结果 但她认为维持订婚或许对这件事有所邦定 陆丹为什么要杀掉艾丽丝 这个疑惑一直在躲入心里挥之不去 就算喝下美罗利亚线团知道的援助内容 她还是很明 为什么援助理一心夺权的反派 如今却只执着于自己 而在不久后 陆丹竟然送来了能抵抗黑魔法的白水晶 甚至比先前艾丽丝送的还要大还要小 难道她是想警告自己 无论准备多厉害的盛气都没用 为什么现在才说在乎 为什么在接近艾丽丝后 又主动取消了订婚 陆丹到底在策划什么 虽然不清楚 但陆丹现在一点也不好奇了 这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也是时候该结束了 这些和陆丹有关的东西 她以后也不会再拿出来 之后她参加了雪莉的茶会 而这也无疑引起了一些轰动 毕竟在大家眼里 陆丹丹这俩人可是情敌 雪莉更是说话不饶人 之前在舞会上晕倒 难道你是来嘲笑我们 但人家压根没那么无聊 只不过是出于好意前来关心一下 难道你还在因为陆丹针对我吗 雪莉嘟囔着嘴没打算说 怎料陆丹直接搬出了以前 趁着她没跑妙 只要对她好一点 她就对我摆一摆顺吧 这话是你说的吧 雪莉搭了着脑袋很厚 其实那是她小时候不懂事瞎说的 但自从友天和妈妈去爱德加公爵扶宇 不知怎么办 她竟然真的喜欢上了陆丹 还因此把陆丹当成了情敌 但那终究是过去时 她现在不仅对陆丹没感觉 甚至还感到了害怕 雪莉虽然没有到处下半句 但表情却是很实诚 对不起 不该追问你那些的 朵露掏出精心准备的礼物 我们和好吧 长达十几年的矛盾一笔勾销 吃着熟悉的饼干 雪莉想起朵露和陆丹变得清静 也是在12月亚培国局夫人的生日宴会上 不对啊 朵露怎么记得11月 并且那时候的自己 她因为听到雪莉说陆丹坏话非常生气 况且她还喝下了美罗利亚的线团 她不禁怀疑起来 应该是雪莉记错了吧 她天生就拥有读懂人心的能力 大家因此害怕她疏远她 甚至到了最后 她喜欢的女孩也离她远去 怎料这时 情敌却眼巴巴找上门来 艾伦猜测有朵露撑腰 陆丹一定不会动她 但更好奇的是 陆丹对朵露是真爱 还是因为偏执的占有欲 她知道陆丹那天动了杀星 也知道是因为朵露说更在乎 陆丹才会失控 如今也是如此 即便陆丹与其阴森目光凶 也依旧没有动手伤她 很明显是在顾虑躲露吧 艾伦胆子开始变大 表示自己近期会登门拜祭 如果你对我和朵露的订婚有意境 就让我进去吧 陆丹的眼睛亮了起来 艾伦也能清楚感到手上传来的痛苦 你竟然还敢提订婚的神 艾伦被陆丹的黑魔法侵蚀 但幸好脖子上的项链与之抵消 可没等她反应过来 陆丹就一脚踩在手背上 陆丹才终于松了口 但在临走前 月音醋意横声踹了她一脚 这是我还给你的 到了约定的时间 艾伦准时来到艾德加府 只是行进的方向 并不是招待客人的会客室 虽然信不过陆丹 但为了还躲露人情 况且她还有自己的私心 她想继续待在爱丽丝身边 但奇怪的是 从门口到这里 身前的侍从不仅没有任何戒备心 甚至瞳孔都是一片涣散 没等她弄清楚 人就已经抵达了地下室 陆丹也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 到底有什么话 你非要找来这里说 艾伦直言是为了躲露 并且很快开门见山 你爱躲露吗 如果你真的爱她 我可以帮你们缓和关系 陆丹眼中充满警惕 但没否认艾伦的问题 她和躲露之间误会很多 你觉得巴洛斯会听你的吗 而且你真的是为了躲露而来吗 我怎么看都只是为了爱丽丝吧 她冲上前 用力拽下了艾伦脖子上的情侣项链 虽然长得一模一样 但这条项链却没有攻击她 艾伦的身体动不了 但还能说话 看对方那么着急 反正她原本也没想到 将项链还给艾伦后 又点燃了角落里的燃油灯 艾伦定睛一看 发现这间小新的地下室 竟然有第三个人 还是阿洛伊小侯爵的前卫婚服 她的瞳孔竟然也是涣散的 她是泰罗斯 明明和阿洛伊小侯爵订婚了 却还想着打巴洛斯的主意 陆丹堵定极了 泰罗斯原本只敢想一想 但在和小侯爵结婚后 就一定会做 因为在她给对方催眠之前 泰罗斯就已经被人洗脑了 给她洗脑的人 肯定也在盯着巴洛斯侯爵府 如果你肯先发誓保守秘密 我就将这些都告诉你 但艾伦也信不过陆丹 僵持之下 陆丹选择了最安全的方法 你是选择发誓帮我 还是永远闭上嘴巴 恶毒的亲妈 在谋害儿子后 又打起了未来儿媳妇的责任 既然陆丹那么在意 那么她也只好利用性 之前在儿子受伤的脚踝上泼上圣水 看着对方痛苦扭曲的样子 他们一体有多幸福 只是没想到在堵路来的那天 一不小心却反被对方催了面 幸好有手下的黑魔法师相助 她才侥幸恢复神志 但因所有人都被洗脑 她敌不管众只能假装混在其中 即便陆丹要把她送到乡下 她也不得不顺足 如今就连眼线布拉曼也被试过 洗过脑的泰罗斯也离奇消失 知道是陆丹搞得不 但这样就想撬开嘴得到情报 简直不自量 手下提醒只要给两位少爷解除洗脑 他们就可以出发前往手里 怎料人家一脸的不耐烦 这两个儿子过去只会给她添麻烦 没有解除洗脑的必要 就这么放着吧 陆丹刚被她发现黑魔法的时候 怕得要死 没想到一转身却控制了所有人 佩特深知自己打不过她 但她有了更好的办法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左路已然当起了红娘 为了阻止姐姐和罗吉斯结婚 她绞尽脑汁响尽了各种办法 不停纠缠着雪莉问宗问西 没想到最后竟然适得其反 她不得不先暂停自己的计划 而许久不见的爱丽丝 也终于在今天找上她 在舞会取消后 爱丽丝就一直在翻阅有关黑魔法的资料 不知如何是好事 又偷听到了一个大秘密 兰德府里藏着秘密宝 并且只有兰德家的后代才能找 爱丽丝找到了地方 没发现什么好东西 却被人抓了个证明 因为存放于那麽 能预测未来的蜘蛛 竟在前几天消失了 所以她最终只能拿来几本有关的书籍 你看看吧 这或许会对你有帮助 虽然对书没兴趣 但她不能总是靠着爱丽丝了 要想彻底解决这件事 她必须得行动起来 而在爱丽丝最新的预知梦中 佩特爱德家并没有被路丹洗脑 朵露从小就频繁进出爱德家公爵府 见过很多爱德家家族的人 其中包括了佩特和她的丈夫杰拉 但在传闻中 杰拉并不是路丹的亲生父亲 身为一家之主 为我独尊的佩特 对待家人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态度 对她视为污点的陆丹 更是因此受尽了冷眼 可奇怪的是 佩特对她竟然出乎意料的好 还总是亲自泡茶给她 爱丽丝有了新的应对方法 既然佩特没被洗脑 还和陆丹是敌对关系 那么联手一下也不是不行 由于胜算不明 她打算等下一个预知梦 可躲露却有点担心 还是不要盲目依赖预知梦呢 等到爱丽丝离开 躲露就开始研究那一堆书籍 一开始虽然看不下去 但很快她就发现了有用信息 异智类的魔法催眠 从指定称呼开始 称呼保持一致 催眠魔法才能持续下去 一旦改变了称呼 黑魔法大概率也会随之消失 左路想起来 无论她如何哀求路 对方也从未叫过自己的自己 所以她现在 是被陆丹洗脑了吗 她喜欢的人一直都在伤害她 就像前世书中描述的那样 一直都在用邪恶的黑魔法对她洗脑 要把她变成神志不清的伤害 而她曾经的担心害怕 说不定也是人家戏甩的一环霸 直到发现真相的那一刻 她才发现自己那么愚蠢 可哪怕自己一开始是带着墓地靠近 可后来的真心一代算什么 她付出的感情又算什么 躲路不敢多想 她现在只想找到抵御黑魔法 然而就在这时 皇帝却突然试试了 尽管大家早有预料都很淡然 可她却始终无法平静 按照原著发展 皇帝不应该那么早试试 因为躲路被处死的原因 是陆丹要与兰德家族争夺皇位 而原助理皇帝明明也还活着 现在一来全都乱套 而在先帝的葬礼后 皇室为新帝登基准备了狩猎大会 在与艾伦艾丽丝续旧的同时 老熟人的马车竟也出现了 陆丹还未从车上下来 躲路就下意识把艾丽丝护在身后 陆丹表面上什么事也没有 心里却痛记了 明明也没想干什么 你不用那么警惕的 哥躲路对他的称呼已经换成了境 明摆着是铁了心要和他划清界限 伤心 自责 愤怒欲结于心里 可陆丹最终还是选择了默默离开 害怕待在皇宫会偶遇陆丹 所以在狩猎大会正式开始以后 三人便前往了儿童去围观 可前一秒还是晴天 下一秒却突然下起瓢泼大力 空气中还弥漫着难闻的气味 艾伦神情无比严肃 在安置好二人后 又断定附近有魔兽出没 猜测是有人搞鬼 又让二人在此处抖 我继续就回 然而艾伦前脚才刚走 艾丽丝竟然也要走了 她担心自己的姐姐 又带了各种魔法卷轴可以帮忙 再将可以抵御魔兽攻击 屏蔽非魔法察觉动向的手链给躲路后 艾丽丝也出发离开了阵 只剩躲路一人原地等候 雨水夹杂着雷声越来越大 躲路害怕极了 但更多的是在担心艾伦艾丽丝 怎料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到一怪兽的心 躲路心中一挤 整个人一动也不敢动 就怕自己发出声音被魔兽发现 幸好那里的动静很快消失 躲路刚放下戒备心 可就在这时 一颗石子不知从哪飞到面前 刚离开不远的魔兽 再次折返回来 张着血盆大口向躲路袭来 难道他要死了吗 躲过了火形 却等来被魔物撕碎的结局 一道紫色的雷电声 一只手也捂住他的眼睛 是露丹吗 男人身上的雨水夹杂着汗的气味 躲路哭了 他也急疯了 直到解决了魔物火 告诉躲路没事了 但你怎么跑来这里 身上还带着奇怪的东西 怪不得怎么找也找不到 可躲路却跳过了这个问题 还反问露丹是不是始作俑者 就知道你会先怀疑我 因为在你眼里 所有的坏事都是因我而起罢 他终于决定要和病交反派划清界限 怎料再生死关头 未婚夫走了 闺蜜走了 确实男人出手救了他 可即便如此 躲路心中依旧充斥着害怕 被戏耍了那么多年 被伤害了那么多年 所以他还是忍不住去怀疑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即便解释是碰巧露 躲路也根本不信 因为露丹的行为实在太令人费紧 在他生病的时候喝剩水 从小就给雪莉洗脑 监视爱丽丝 甚至还企图杀了艾伦 而且 你也给我洗脑了吧 最后一个猜测 躲路压根不敢说出口 然而露丹前三个解释都有理有据 至于艾伦 露丹确实讨厌他 甚至恨不得杀了他 可因为躲路在意 所以他并没有那么多 可你呢 为什么要瞒着我偷偷交朋友 又为什么要和艾伦定屏 露丹没想杀人 更不会害躲路 所以你为什么要害怕我 为什么又要抛下我 我没有做坏事 巴洛斯 可露丹不知道的是 躲路已经不想再听到巴洛斯这个称呼 他受够了 也不想再这样下去 做得了断吧 露丹公爵 你到底想怎么样 可对方却说在乎他 那你就叫我躲路呀 他知道要想维持黑魔法 特定的称呼非常重要 看吧 你果然叫不出口 既然天晴了 他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可就在转身离开的时候 一生生的躲路 却让他正在了原地 但也许是太难受 期待了那么久的东西 他现在也不想要 这样一来 我们就两清了吧 谢谢你救了我 以后也别再见面了 听到此话 露丹的脸上满是错愕 这么像分手的话 竟然在他嘴里说说了 可就在这时 露丹却从身后抱住他 别走 当时怕你离开我 觉得你肯定不会留在我身边 就像恶毒母亲 向他讲述的那样 躲路 我早就想这么叫你 也许这一切都是误会 都是错觉 也许还有挽回的机会 第一次见面时 确实给你洗脑 虽然现在魔法好像失效 但他的心愿 却从来都没有变过 我只是不想你离开我 所以一直都只叫你巴洛斯 怎料这时 走掉的两人却突然回来了 露丹话还没有说完 却没办法 躲路 下回见 他早就料到今天会有事情发生 也知道先皇 是被佩特手下的黑魔法师干掉的 还怀疑他们的目标是躲路 露丹对黑魔法很敏感 所以很快在先皇的棺木里 嗅到了黑魔法的气息 就在他找到躲路的同时 当时的情况也不会有危险 可有心之人却让那边出现动静 意图那么明显 露丹当场就想抓住他 可是躲路的安危更重要 幸好躲路最后没事 但他也不得不加快自己的计划 那么明目张胆的动静 看来佩特已经准备好反击了 清楚单纯用武力赢不过他 所以他们就打算用躲路对付他 知道躲路就是他的弱敌 露丹本想在佩特解除黑魔法的那天就杀掉他 但因害怕躲路讨厌他 才迟迟没有动手 可如今一切都不重要 既然和躲路的关系无法挽回 他也不再有后顾之忧 只要保证躲路的安全就好了 一切都好办了 他的记忆彻底陷入混乱 原以为是喝下美罗利亚的线团复原仪器 没想到却是喝了混淆记忆的瑕疵水 当露丹从森林深处走出 面前已然为满了一群神官 说是要为所有出席者献上祝福 但警惕的他立刻意识 武器的报复开始 人群中最厉害的神官 当众怀疑是他释放出了魔物 陆丹阁下 请允许我确认一下吧 男人发出吃笑 你知道的 我有权利拒绝你 但只要我接受祝福后没事 你就要在公爵府工作一年 对方眼里满是坚定 看来是认定了自己就是黑魔法师 一般来说神官的祝福都是绿光 但眼前的人却使出了最顶级的攻击魔法 普通的黑魔法师或许会身受重伤 但他不约 那么多年的圣水不是白河 即便收到这种程度的攻击魔法 他依旧能够泰然自若 大神官的表情就像吃了饼一样 整个人无力地瘫倒在了地上 别忘了刚才的约定 留下一句话 陆丹便投也不回离开这里 直到回到马车上 才终于不再强撑人的身体 每刻一生就吐血一公斤 他藏在阴暗的角落里 挥似着那树璀璨的光芒 只要躲路没事 哪怕自己付出再大的代价的影子 这一次他不会再退缩了 而再淋了一天雨后 躲路也终于病倒了 他想起了那些和陆丹的梦事 邀请自己去查会 在待客室里和艾伦起冲突 又在舞会上救了自己 陆丹叫了他躲路 可他并没有像雪莉那样晕倒 难道催眠魔法早就失效了吗 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效的吗 一切都太混乱了 躲路头痛欲裂 打算从爱丽丝带来的魔法药水书中寻找线索 不看不知道 一看竟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美罗利亚的线团是白色的 并且味道就和蜂蜜一样体 而之前喝下的浅紫色浓稠液 却是混淆记忆的瑕疵时 躲路开始晃铃摇人 卖家现在也联系不上 男人突然想到了什么 当时交易的时候 就觉得对方声音有点奇怪 但人家说是感冒 所以他也没有多想 如此一来 事情变得棘手 那人得知他找药水的消息 就立马开始行动 看来已经蓄谋了很久了 怎料这时 能耐的赛帝却冲了进来 还说陆丹公爵领着骑士过来 要带走您的态度特别强硬 躲路想出去看看 但这不行 您快逃吧 在众人的吉利阻止下 躲路选择跟随管家走秘密通道 怎料才出房门 发现陆丹竟早已恭候多时 真不知道该说你太忠诚 还是太傻 躲路 你好呀 我来接你了 他已结婚了 囚禁了深爱着多年的人 可实际的目的 却仅是为了守护而已 在正式成为公爵的那天 陆丹第一次得到了家人的祝福 就算没有用黑魔法 他也知道 疯女人其实早已解开了 自己的催眠魔法 家里唯一没被催眠的 是他的养父 虽然对他好事看他可怜 但毕竟是唯一希望 他成为公爵的人 在送走所有人后 陆丹坐在办公室里 以前这里对他来说像是审讯室 但在当上家主后自然也就变了 桌上是摆放着一些信件 陆丹猜测都与联姻有关 于是将参谋带来 他拒绝一切联姻 也不允许有人向躲路提亲 随着时间越长 他的战友欲也越强 因为不确定催眠有没有思想 所以他总是想方设法试探躲路 虽然表面上是试探 但心里却是在哀求躲路不要离开 因为躲路 他懂得了什么是爱 可渐渐的 躲路却开始疏远他 还在首都外有了新朋友 他甚至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 难道是在交往吗 终于有一天 躲路来找他了 戴的花朵也依旧和浅紫色有关 陆丹没忍住问 看来你很喜欢这个颜色呀 躲路没有否认 但没有想到的是 佩特公爵竟然在你成年的那天 就让你继承了爵位 但想想他最近状态确实不太好 也不泡茶给自己喝了 但有一说一 佩特公爵泡的茶实在太孽 可巴洛斯 现在我才是公爵 他轻轻拖起女孩的下巴 躲路反应过来后立刻避开 听说你要去旅行了 是要去见老朋友吗 女孩遮遮掩掩的 看样子并不打算告诉他 而不知为什么 躲路的记性竟开始变差了 之前最喜欢看的那本小说 叫什么他和 躲路现在却记不清是哪一本了 我俩要是几天不见 说不定你也能把我都忘了 可躲路却让他别担心 我们不会分开那么久 陆丹 不如我们结婚呀 就会陆续有人上门提亲 可他不想结婚 只想待在陆丹这里 但别担心 我知道你只把我当朋友 所以在结婚以后 我就不会再缠着你 可躲路不知道 陆丹并没有把他当朋友 而他随口的一句话 也成了陆丹心中的执念 当佩特要对躲路下手的时候 他绷不住了 反正躲路已经讨厌他 再多一点也无所谓 只要能保障对方的人身安全 他不介意把人牢牢锁在身边 于是在狩猎大会的第二天 陆丹带着浩浩荡荡的一群人 把躲路绑回了自己家里